請問107動力,趙習仁問何文傑先 政府在蔣生津和這個中環加多層 我們107動力就講107基本法第107條 都是公共財政的量由遺出 要有一個平衡的預算和避免赤字 現在這個全民中的退報方案 其實就是守住了一個討論了很久的原則 究竟是要不設審查還是要設一個閘呢 設一個審查 現在說的就是要多切一條線 不是每人都有份,不是李嘉誠,不是田北俊都退休得到的 是要有一定的審查 那條線現在是傳出來的 條線怎樣移動,怎樣談,大家還有空間 不過都是有事而言 但這個其實正在回應社會 當然剛才三位嘉賓情述了一種社會輿論的觀點 但在社會上也有另一批挺大的聲音 其實是說我們是需要按需分配,不是平均分配的社會資源 有需要的長者,我們寧願多給他 幫助他多一些 如果是有能力的,或者是家庭有支援的 我們給他自己去搞定自己的生活 如果現在這樣是幫助有經濟需要的長者 你覺得這樣的方向是否能夠幫助他們 要多加一層,多集一層 其實你說幫到是很抽象的 你多少錢才能夠幫到呢 反而我們要很具體去看 我們社會承受到多少能量 剛才教授說了,每年七十至八十億 守不守得住 這個數字永遠是大家在爭辯 究竟有多少錢是為止的 我們107年去年,委託港大民意團結局做了調查 其實支持有審查和沒有審查的市民的民意 都是四成多的 其實這個調查同樣有其他媒體做過 都是差不多的,在諮詢前和後 其實民意是拉鋸的 但是你要站在那邊,而不是站在那邊 我們要看回整個社會的錢怎麼來呢 如果我們有無限的資源 當然每人派錢,每人拍手掌 沒有人會站出來說 但事實上我們看到世界各地 沒有一個先進的城市國家 是可以有一個不斷派錢的方案 而是不會面對一個財政很巨大的壓力 甚至赤字的 近一點的南韓 現在他們的年輕人出來遊行反對 就是他們的Pension Scheme 因為那些年輕人就要加工款了 現在說的 但是他們一定知道自己老的時候是拿不到錢的 我們是被其他國家辭去討論這件事 所以住在北歐很幸福 是 北歐有天然資源 有很多 香港也有很大的天然資源 有後台 有13億人在支持我們 我們住不多嗎 我們連住也不夠地方住 現在說的 你知道就好了 我們辛苦一輩子都不能住 因為你的高地價政策 你政府是這樣去舔財 然後加十幾% 我們又如何好辛苦呢 我們現在不是想住好一點 我們不是很想像前特首那樣 想住六千隻的豪宅 我們是想住六百隻屋都不能住 所以有需要幫助 有些就需要 我們真的很特別 給不到嗎 長者公屋 阿基哥你都比我熟悉 你知不知道這排多久 長者都排多久 你知不知道 長者公屋都要排一兩年 三年 三年 有很多特殊個案都處理 是月三五是特殊個案 你在說長者 長者都三年 你說長者就是長者 你不要差長者 你有醫療支援 你有雙殘 你有雙殘 我想澄清兩個數字 第一個 我說傑興資料未夠 或者你看書不夠 即是看資料不夠 根據顧問報告書說 有七份不同大專案的調查 大多數支持全民優保障 在諮詢之前 大概是兩年前 不同政黨 包括民建聯、工聯會 包括民間的團體 民主派的團體 包括大學自己做 十幾個的民意調查 全都是支持全民退寶的人多 全都是科學性的調查 即是說 在目前為止 從量的角度 是無法爭辯的 你要給大家足夠資料 資料很具體 你不要只一個 我們自己做的 你幾個不夠 我們做這個 人家十幾個 是大學做的 現在 這是港大民意調查中心做的 他做的方法學 都是跟之前其他媒體委託去做的 我們再請他做一次 就是在諮詢期間去做的 你是不是說你那個準確 現在我們不是說 顧問報告 其實我同意 馮檢基剛才說 顧問報告真的出現了 都納入了你所說的 大學的民意調查 你的份都在 你那份都在 你那份都在 你要記住 你那份都在 你那份都在 現在都告訴你 做完這些資料的時候 都是大多數支持 所以你真的不要誤導市民 這是第一 第二 你要糾正你的字眼 我們不是派錢 記住 我們說全民退了保障 是大家有份供款 你就是誤導市民 你不斷誤導 就是全民派錢 政府給了 然後數字不算 這個也是誤導市民 我覺得這裏你必須要澄清 每一次你都說派錢 令到市民覺得 拿著政府的錢 事實上就是我們一起供款 是你不同意 年輕人更害怕 現在我們強積金 都已經供到K-cut 看不到好處 如果再搞一個 另一個變動的強積金 大家要先一起討論 過去裏面 從不去帶動社會 一起討論如何融資 不過這也是過去做諮詢的時候 出現一個情況 一說不論貧富 或者有資產審查 大家一跳就跳下去 那些資源不可以亂派 的確很少討論融資方面的問題 不如我們先聽聽觀眾的意見 接著我們可以一起討論 有方小姐的 方小姐早晨你好 早晨 各位嘉賓 你好 我是不支持這個方案 為甚麼 因為不論貧富也好 也有為香港出力 他們應該得到保障 還有現在的年輕人 自己顧自己很難 今天沒有機會有能力去養自己的父母 我們只能夠把所有的依賴都在政府上 我們付出了幾十年 我自己已經退休了 我早上跟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 我也跟他們說過這個問題 因為第一天聽到我已經跟他們說 他們每個人都很反對 為甚麼呢 因為有些人只不過拿著二三十萬 就不敢 你連水果金也不敢去拿 那你說十四萬以下才拿到三千多元 你說是多麼苛刻啊 還有呢 一百萬以上你拿不到 一百萬香港現在不是很耐用的 還有你想想 如果你過這樣 一百萬那些人 你不可以叫人花光 快要 是否要人花光錢 不要留 那十幾萬那些 是否叫人 有些人想去生活好一點的 省一點的 去做兼職的 是否叫人都不要做 訪問手腳等政府來拿錢呢 這樣 我覺得這樣不是鼓勵性 我覺得最重要就是政府融資 好似人提出過 政府出一些 以及稅收高的那些又出一些 在強積金就拿一些 其實大家應該想想想 怎樣去融資 不是想想怎樣去省 那樣省 找些市民來省 我覺得很不合理 好 謝謝方小姐 聽到我們另外的觀眾 容先生 你好 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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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好 請說容先生 我想請問全民退休保障的錢 是哪裏來的 全民退休保障的錢 你說現在政府傳出這個方案 是 其實那些資源是哪裏來的 如果現在不論貧富那些是公帑來的 是公帑 那些公帑是否我們納稅人給錢 有經濟需要 對不起 有經濟需要 不論貧富那裏 之前說過有一個 三方公 是 換句說話 全民退休保障來說 有些沒有做過工 都會拿到這個保障 是嗎 退休保障 你可以這樣說 如果是退休保障的概念是這樣的 那我就覺得不公平 嗯嗯嗯 為什麼 你覺得善用公帑 如果家庭主婦怎樣 你會有做過工 退休的意思呢 他根本是有做到事 他現在做完事 退休 但是有些低收入的人 我們要保障他 我覺得 嗯嗯嗯 我想問問 那我反而 我也想問問 不好意思 各位觀眾 我想問你 如果家庭主婦 他一天工作24小時 沒有薪工 什麼都沒有 就是他幫我們 但是下一代 下一代炒得好 於是我們整個社會也好 那家庭主婦 為什麼又沒有薪工呢 那現在的社會是沒有的 那如果他退休的時候 是不是都是 其實都幫了我們香港社會很多呢 那他 我知道 那他的丈夫有責任 那我應該很想他做 那丈夫要賺兩份薪工才可以 就是要確保 那些薪工能夠可以養起 兩人家庭 或者三人家庭 是 那你 那些薪金 他住劏房也不行 是 不要緊 那你 如果你全民退休保障來講 你一定是會贏的 一定 因為那些人要錢的人多 嗯嗯嗯 是 那所以你就 我反而有一個提議 我反而有提議 好了 你現在那個強積金 陷爛給一些行政費 這些東西 絕了錢 是 為什麼我那個 那個政府 不可以補貼強積金呢 總之你做事 比如說 有事做就有了 你 譬如說 你的僱主要給多少 那個工人要給多少 如果他真的勤力做事 政府再補貼他 讓他那個 那個累積去膨脹 不會像昨天的新聞 他說 做了三十年 對沖基金 沒有了大半 好 明白 多謝了 還有黃小姐 黃小姐 黃小姐 早晨 早晨 各位主持嘉賓 我是贊成那個不論貧富的方案 因為這樣才彰顯了公平性 因為我們為社會做了貢獻 年輕的時候 對不對 有份交稅 但是到了年晚的時候 就沒有得享受 就算我有間屋住 但我也沒有生活來源 第二 我發現有一件事 就是最近 我接到那些管理公司 那個強積金的來信 他說從今年一月一日起 就是要加收那個管理費 就是由一點多 就升到三點多 那就是顯示 管理基金的那些公司 就慢慢在蠶食我們的 我們的強積金 可能未到退休的時候 我們的強積金 就已經沒有了 我覺得希望大家都要留意這件事 不要忽略 好 謝謝黃小姐的意見 其實有公平性 其實都有 所以 何文傑都覺得對 是不是 因為你諮詢期間 講了一段很長時間 是 社會裏面不同的人 都提出了不同的方案 叫做最完整的養老金方案 就是民間學者提出的那個 所謂融資的部分 其實都是計不定數 在我們角度 另外有些經濟學的學者 也都將養老金方案 亦計算方式 進行另一些推算 去到2046年左右 已經就會收支不平衡 再這樣走下去 2068年就整個 就是叫做 爆煲 爆煲 是 問題就是 第一 大家會認知的現實 就是我們 嬰兒潮的那一代 人口老化 人口老化 人口結構的 杜三角形 是未來幾十年 是很明顯出現的 新生的出生率低 這些全部大家都知道 在這樣的背景下的香港社會 我們現在去設計一個制度 是叫年輕人 做事的人 去供一塊錢 接著去 退休的人 馬上拿到 那就是年輕人 背了蟲 有得供 沒有得享受 就是了